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 长官要求我们 比如说10分钟之后 我就要去做简报了 所以麻烦你赶快帮我去伸出这个简报 因应这样子一个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要做出来一份专业好看的简报 要怎么做到呢 这个就是一个不太可能的任务 但是我们尽可能的让各位知道这是有方法的 好 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跟各位介绍的重点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我有给各位我的LINE 还有WeChat ID 方便各位跟我去联系 那我的就是课程呢 其实我都会放在这个网址 包含范例啊 讲义啊 也就是希望说 假设你今天你回去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实际的拿这些我今天介绍的范例来去做做看 好 之前我在巨江电脑公司担任总公司专任讲师 就是帮他协助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 从总统府行政院 府院八部 几乎地方政府的一些机关 我该去的地方应该都去过了 好 那后来到了大概在40岁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除了年轻百万的一个追求以外 我也写了50多本书籍了 那我应该要再自我提升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继续公图我的一个学位 好 那目前是生物医学资讯所的博士候选人 期待 希望赶快拿到这一张文凭 那我的想法 我的理想就是 希望我的资讯的专产能够跟生物专家医生结合 来去解决这个癌症这个议题 当然也许我们能够有一个小小贡献 这就是我未来想要做的事情 我的专长是在电脑应用 也就是说 如果你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问题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应用 那这时候你都可以跟我再取得联系 好了 那我接下来就赶快进展我们的课程 通常我们要去做一份简报之前 一定会有一个来源 一定会有一个内容是要把它简报化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主管就说 快 我现在我有这一份Word文件 或者我有这一份PDF文件 请你赶快帮我把它变成简报 等一下我要去报告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份 例如说 DOCX的文件 那这一份文件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这份文件一定要有非常正确的标题 次标题的定义 标题次标题的定义 也就是说这边 这个一定要是标题一的字样 这个是标题二的一个选择 那当然这样这些就是内文字咯 这些就是内文 这样大概有了解 一份这样子的Word文件一定要拿到 那接下来主管拿给我们这份Word文件 说我要去等一下我要去报告 内容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主管就会希望说 你赶快帮我生成一个简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做 好 我们就把这个标题 这是第一个标题 复制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到我们的简报 还有一个新的简报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它做贴上这个动作 然后接下来又回到Word这边 然后把这个1-1复制起来 复制完毕之后 然后贴到简报这边 贴上 而且这个时候通常主管他会坐 站在你旁边说看你怎么做 因为他想要赶快拿到这份简报 问题是你知道说这份Word的文件 这份Word的文件可能有好多个 标题1标题1标题2你就一直在做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 对不对 你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5分钟到10分钟就已经流失掉了 好 所以请你们要稍微知道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其实Word的文件它有快速传送到 PowerPoint的功能 好 点一下它 接下来你根本就 你就稍微等个7秒到10秒 看你的电脑 看你的电脑 它就快速帮你去做成一个 非常非常像以前旧式的一个简报 你看在这个地方 这边这个档案 好 这是不是刚刚我本来要做是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一直做的这些 是不是就全部都过来了 我并没有花很久的时间 而且我总共有有多少 有31个 我总共有31个标题1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形成 这4页不算 这4页是前面那些什么 最基本的封面 目录 你看最后我总共有31页 有31个标题1 就会在这个地方产生31页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可是这次我们很久以前传统的简报 没有人会想要看这样子的简报 那我今天就要让你们 让你们可以 就是说在短短的三个小时的内容 然后教授你们如何让这一份文字型的简报 华丽转身变成符合长官 希望看到的又美又专业的简报 这就是今天我们上课的一个重点 好 那首先 首先你要知道说我们 我们接下来的真正的工作 就是你的长官 当然你给 如果你的长官拿到这样子的简报 他去做报告 他就会照着念了 因为他上面就是字嘛 对不对 可是其实你应该知道 简报 我们不希望别人照着照稿 念 对不对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会把它去做一个很基本的改变 首先像这份简报 有没有所谓的一个封面 或者是第一页 现在我们没有看到 所以我们必须要加进去 这个简报的封面 就是这个word文件 这边这个word文件 我看到 这个振兴三倍券 问语答 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文件 我的文件内容是来自于讲这个样子 先给你们看一下 讲这个样子 它最早它是一个PDF的文件 PDF的文件 这是人家做出来的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坦白说 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 它的做法并不是标准的长文件制作的方法 正确长文件制作的方法 就请你上网 上网去Google 例如说到YouTube的网站 你就搜寻我的姓名 孙在阳 然后长文件 或者是论文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这一个大概两三个小时的教学的影片 然后回去你再看一看 你就会写论文 你就会写很长的计划 或者是很长的文件 我只是说先告诉你们有这样一件事情 问题是Word的特色就是全部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教你简报的视觉化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封面 应该有简报的第一页 简报的第一页 例如说这个简报是哪一个单位做的 谁做的 这都是很重要的重点 所以怎么做 我建议接下来我们就是要用别人已经做好的简报 那通常简报的样式我们可以透过档案底下新增 新增 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去搜寻 搜寻 这边有非常多的简报样式 这种简报的模板 我们要如何来去使用 当然这是一个我现在要教的重点 但是我觉得这些的模板都不是很好看 就是比较不太适合就是我今天上课的这个主题 而且它的模板的性质很少 模板里面至少应该要有 例如说项目的条列式的项目 图表表格 或者是有更多的比较型的 或者是阶层型的 组织图形的这种投影片 然后可以让我们来去修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它不是那么丰富 所以我就会去选择别的地方的简报模板来去使用 所以你们自己回家的时候 也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我找的这个模板呢 它是封简报 所以我先教你们到这个地方 Google打开来就直接输入封简报 然后当我搜寻封简报这边天天封PPT 模板下载 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简报的样式 你看一下在这边有商业模板 有专题报告 有生来规划 反正有非常多的那个简报的标题 简报的类型 例如说你点商业模板 然后商业模板 这里面 这里面你稍微等一下 这里面就会出来 我们这边网路品质并不是那么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想要这一种的一个商业 有什么大器商业PPT 然后假设我要这一种 或是 假设我要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个叫做商务计划PPT 华丽的24张 商务计划PPT模板下载 我就点它 等它有七八十个商业型可以用的模板 那我所谓说要请人帮我们制作 行政院专所模板 其实就是把那个图片换掉 或者是说把这里面 里面的一些像这前面这个图 我不要换成船 我可以换成什么 换成我们行政院的 这个 例如说空拍的一张图片 好 那接下来像这些的一个 一个内容 这些的内容 有看到 好 就是说我们本来是都放文字 项目文字 但是我想要让它华丽转成 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用别人的模板 那接下来就是下载的方式 像这样子一份简报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下载这边 它就会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可以点这个 这个红色框的PPT下载 好 就是在这个地方 商务计划PPT下载 点它 点它完毕之后 它就有分什么 什么分流一分流二 就是下载点一 下载点二 你就去把它下载下来 可以吗 那我这边呢 我已经都下载好了 所以我就 不是实际的 要真正在下载这件事 所以只是大概让我们看一下下载 好 它说即将下载的PPT网址如下 在这个地方 这边是不是有下载地址一 下载地址二 点了一下下载地址一 或者是你点下载地址二 稍微等一下 它就准备在左下角这边 它就会呈现一个往下的一个箭头 告诉你说现在正在下载中 你看这边左下角 好了 那我就不等它跑完 因为其实我都已经下载好了 下载好之后你就解压缩 现在重点就是说 那我要如何去运用 如何去运用 记得下载下载的档案 就会在这里 这边有这一个 这一个刚刚下载的档案 下载下一招 记得滑鼠右键 我们这边可以做减压缩 我想这就不做了 好 我总共下载了三个 我觉得还不错的简报 因为我顺便下节课 是要教各位模板的统一 因为假设你今天你来自你的资料 有可能来自于人事事的资料 有可能来自主计事 有可能来自于那个什么 阵风事的资料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你的模板会不统一 那怎么样又让我们的模板统一 这就是另外一个要讨论的议题了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回到刚刚我这一份 不是word word就可以关掉了 回到我刚刚的简报 这一份简报呢 我要如何套用别人的模板 首先它没有封面 那我要怎么做出一个漂亮的简报的第一页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别人已经做好的模板 首先 常用 常用底下新增 投影片 在下面有一个叫做重复使用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意思就是说 把别人已经做好的简报内容 全部全部包含它的格式叫进来 绝对来说好了 我今天我是人事事 我要办一个活动 可是我要来自于主记事提供给我的预算 所以那预算不是我来算的 是假设主记事帮我算出来的预算表 我要整个把它抓进来 这个时候呢 你没有修改权 建议你最好是别人做好的简报内容长怎么样 原原本本的抓进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利用常用底下 新增投影片的重复使用投影片 而且在协同作业的时代 本来就应该分工完成 那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重复使用投影片可以借由浏览 浏览档案 然后我们来去找 例如说我在这个地方 我就用我已经下载下来的这个简报 模板 今天是14号 然后接下来是用范例里面的2 就是说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刚刚选择的这一份简报的第一页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简简单单的简报形式 例如说这个封面页 这是你下载下来的简报 你要把它从头到五去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是它的封面页 这是它的 例如说大纲 它有四个项目的 例如说 这个是六个项目的 然后这有统计图表 统计图表的搭配 统计图表还加文字的说明 然后再来看一下 你看它的一个创意 它的创意 好 那我这样看 我觉得说这个封面 还蛮好看的 我喜欢这样子一个配色 还有这样子一个使用 所以我怎么样 怎么样去把我这一份简报 这一份简报 使用 使用这一个另外一份简报 来去做所谓的一个华力转身 好 首先你在这个地方 点它就直接把它插入进去了 因为我们是使用 重复使用投影片 所以这边点选 建议是点选保留来源格式设定 保留来源格式设定是指说 这一份简报 这一张简报的母片 它也会整个直接扣进来 好 所以点选它 如果没有点的话 那背景上面就会产生一些差异 不过刚好这一份文件 它的背景 它是那个白色 好 跟原本这一份 它是一样的背景颜色 所以你不会感觉很大差别 有勾它跟没有勾它 好 我先把它放到第一页 因为我们这个简报呢 这个简报 我这边我就想要放 我们行政院的logo 这个图片 我就想要把它换掉 换掉我们行政院的logo 那怎么换 所以换这个图片的方法 快速点两下 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一个图片 图案的填满 图案的填满 这边我们可以选图片 那图片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在这边搜寻 这边搜寻 好 例如说 搜寻行政院的logo 网路真的很慢 所以我 可能接下来我就都不用网路搜寻 因为这些图片我全部都下载好了 好 例如说我想要使用这一张插入 所以他要先从网路上装下来 好 因为网路实在速度太慢了 所以 我换一个网路 好 因为网路太慢了 所以我就先用我自己 自己里面的图片 所以我先把这里面先删掉 直接插入 插入图片 我其实之前已经从网路上下载好图片 下载图片很简单 例如说我现在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我就直接到什么 到他的首页 到这个地方 然后直接到Google的搜寻引擎 我就直接输入行政院 然后接下来我们只要下载图片 所以点选图片 你就可以发现这边有很多张图片 但是我这边我要特别请你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每一张图片都可以下载下来使用 我想行政院他不会去对你提出一些 例如说使用权的一个索费 或者是抗告说你非法使用他的一个图片 那是因为他是公家机关 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如果说随便使用了像凤飞飞小姐的图片 或者是一些明星的图片 这个时候你就可能会吃上官司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先知道一件事情 这个工具 工具底下有一个叫使用权 使用权 这边这五个基本观念你一定要知道 你要知道这个叫做创用 创用CS 就是说别人创造 别人创作出来 你可不可以使用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好 这边有一个叫做不色使用权 什么叫不色使用权 我们稍后再讲 因为这个意思是 这个意思是最没有办法让大家去理解的 从字面上真的是理解到是相反的意义 这边有看到允许再利用可修改 有看到这几个字的意思 就是说好 那你就拿去用吧 随便你要改成什么都可以 你可不可以在行政院上面这家中华民国 当然可以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可是当你点下去之后 你就发现很多行政院图都不见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说很多人他不愿意把自己创造的图片 再给别人任意的来去放大缩小 或者是裁切一半 可以理解吗 好 这我想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一个事情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这边 还有可不可以商业使用 像这些什么标示允许再利用 这都是可以商业使用的 这都不用钱的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这边有看到吗 这边有一种叫做标示允许以非商业用途 你什么再利用或可修改 有看到非商业 你就不能从事卖钱这件事情 就不能把它当作是那个 就是说要 就是盈利来去使用 所以这边有一个叫非商业用途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现在所说的事情 那我现在就要讲回来这个图 这个意思了 不限使用权 什么叫不限使用权 不限使用权的意思是说 他根本当时没有做任何设定 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标示他的CS的等级 可以了解 这叫不限使用权 根本就是从 就是英文上的语意 直接错误的翻成繁体中文 没有设定跟不限 是不一样的意义 可以听得懂吗 我非常非常不认同这个不限 是叫没有设定 可以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不要随便乱用 不限使用权的图片 而且我们都是公家机关的话 我们基本上不会随便 随便 像我学弟 他要 因为我请 我去拍了 我去申请拍国立 阳明大学的空拍的图 总要有个单位去 总要有人去做 去做这种爱笑服务的这种东西 好 我学有一个医学系的学弟 他就跟我讲说他要送救 所以他很喜欢我其中的第几秒到第几秒的影片 然后他就写信来问我可不可以使用 这样理解吗 这都是一个在使用上面我们一定会注意到的基本 所以我只是说在那个有第2次第2T次 然后就有长官提醒我说要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不限使用权 不然大家都不只不晓得不限使用权就大家都可以用 不是 是他根本就没有设定 11S 你看哦 什么叫有设定 例如说我们现在 我就找这一张图片 这一张图片是标示为允许再利用且可修改 找到这一张图片 好我就点它 然后你总想要去看说这个图片 它到底CS写在哪里 就写在图片的下面 好所以我们就点这张图片 点这张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可以看到CS 这个 它的CS写在哪里 好去哪里了 这边这边有看到吗 这就是它的授权条款 这样了解哦 像例如说我放了快3000部的影片 都放在YouTube上面 我的所有的影片 我全部都是设定 非商业性质 就是只要你不是拿去飞 你不是拿去盈利 你就随便你去下载 随便你要剪哪一段都可以 这样了解吗 这是我们创作 创作你要去发行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好 稍微知道这个观念就好了 不要随便乱用不限使用权 那个不限 这个意思是没有设定 真正的意思是没有设定 就是我找不到它的使用权 这个就是它的使用权 叫授权条款 可以了解吗 那接下来 我要下载这张图片 下载图片的方式是 发属右键 然后另存图片 好 图片 然后我就 因为这是行政院logo 所以我就直接打行政院logo 然后接下来存档 那接下来我的简报里面呢 我是不是就要去插入图片 插入刚刚的图片 行政院logo 好 插入 然后接下来把它缩小 把它缩小 可以吗 其实就好是用刚刚那个图片 把它置换 那会更好 就是刚刚这边格式 这个图片格式不是有一个 那个图片 图片的填满 刚刚刚刚刚有了 刚刚那个 它是有图片填满 那你现在你可以用 变更图片 变更图片 因为它这边这个图片 你变更 它本来多大就是多大 好 这是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到 我再跟你讲 那接下来这个内容 请能不能告诉我一下 行政院 行政院是 Triple W点什么 EY点什么 G O V点T W 对不对 然后你再稍微把这个字 稍微放大一点 字放大一点 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好 假设 那我会不会希望说 这个黄色也要放大一点 当然会啊 好 那你 你可以去做这样子一个调整 那你就会希望说 下面这一个 当然也要放大一点 所以 好 下面这个还不够大 所以我再放大一点 这样 大概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 稍微把它往下一点 这个字就可以稍微再上了一点 那请问一下 我这个标题是不是要换掉 换成什么 正清三倍卷 问语答 然后接下来 这个当然就要放自己的姓名咯 这样大概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我是不是就有一个封面了 好 请问 接下来 接下来 因为我们要去做简报视觉的话 我们 这个 正清三倍卷 它最主要就是 一千变三千 对吧 好 那 所以 我现在我们通常在做那个 简报 视觉的话 我们就会想说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当然就是要先有文字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输入 正清三倍卷 一千变三千 好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文字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方式 好不好 这样呈现方式不好 对不对 对嘛 所以我们就希望把它变成图式化 好 那 你要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你在做简报 你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情 最好是请你的主管做这件事 就是说 我现在我要呈现这一张投影片 正清三倍卷 一千变三千 你要先知道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什么 这样知道吗 通常你的主管一定会知道 请问一下 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词 正清 正清卷 对不对 好 三倍卷 还有一千 还有三千 动词不要管它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那个 这里面 这里面重点是什么 请问这里面重点是什么 好 我这样说好了 我 我四十岁了 我才跑去 我一定要挑 刚好那个时候 我都 我都在想说 我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勇气 跑去跟这些年轻人竞争 那个 我从硕班开始读起 我就觉得说 有时候回想起来 十年前 也 快十年了 也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勇气 然后 我到了这个学校 我就问我的指导教授说 哇 现在那个论文实在太多了 我到底该怎么读啊 因为老师跟我讲说 他一个月 他以前在 Princeton大学念书的时候 他一天 他是看一篇论文 我说 我一周看一篇论文 我就觉得我很厉害了 好 他就说 看重点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看 那我就问他说 那我该怎么看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 你要是没有正确的方法 你后面 你会很辛苦 他就问我说 以前我是怎么读书的 我就说 我当时从第一个字 开始读 读到最后一个字 尤其三民主义 不是有两册吗 我是死倍下来 我才能够考七十多分 这样了解 因为那个投资报酬率最高 所以一字不落的死倍 好 可是我这样子讲完之后 他就跟我讲说 其实不要这么辛苦 看重点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你看这里都是中文字 对不对 所以阿拉伯数字或英文字 就变成是很重要的重点 请问这里面 这里面有看到三 一千 对不对 你该不是说一吧 一千 对不对 三倍 还有一千 还有三千 请问哪一个比较重要 请问是三比较重要 还是三千比较重要 三千 知道吗 当然是越大的 那个数字越重要 对不对 对 你们不回答 我就只好自问自导了 好 真的啦 真的 三千最重要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我要真的告诉你 这是以数字 因为我们看到数字 一眼 你要知道 假设今天你有100个字 你能不能在5秒之内 直接抓出重点 你的主管之所以 能够很快地抓出重点 因为这100个字 是他写的 可以理解吗 所以他当然会知道重点 可是这个文章不是你写 你又10分钟之内要做简报 所以你可以请他坐在旁边做这件事 请问这张投影片重点是什么 请他圈起来 他很会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文章是他写的 可以理解吗 这大家都有事情做 不然他就一直盯着你 这个颜色换一下 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 你会更紧张 虽然你在做很简单的事情 但是会因为旁边有干扰 会让你更紧张 好了 因为你真的不是 天天的工作都在做电脑相关的事情 这样了解 你的主要工作 应该还不是 就是天天都打开电脑 一直在做事 反正这也不是你的专业 可是就变成你一定要有这个资讯的一个工具 来帮助你完成工作 好了 那既然我们知道重点是三千了 所以 所以我们有些人他就会把它标重点 可是 其实这样标其实不好 我们还不如怎么样 我们就直接 直接放出来 直接做出来 好 例如说 例如说 有人会这样做 我现在就把这张复制贴上 我们就直接放个书院长的一个预兆放在这个地方 好 真的 真的有人会这样做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做这件事 那当然我还是一样 从网络上先去下载书院长的图片 好了 那我就随便找一张这一张好了 找这一张 然后 接下来呢 这一张我是不是就下载下来 请注意 不要找左边 左边的图都很小 左边的图都很小 可是右边这张图 你会看到一千乘六六七 所以代表还蛮大的 好 滑鼠右键 然后另存图片 因为我希望每一次我都用不同的图片 告诉你这件事情 其实他蛮简单 可以做到三四五六 存到 然后 接下来我要请你稍微注意一下 有些字 我根本就不想要 像例如说 这可能是因为疫情的时候的那个主题 这样可以了解 我现在的主题是要三倍卷 所以最好的就是我要 我只要书院长的这个预兆内容就好了 我不要旁边这些字 所以我要做去背 教我们一个最简单去背的网站 好 所以我们就直接打 remove remove就是什么 就是去除的意思 然后点BG 有看到 remove.BG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你什么地方都不能点吗 百分之百全自动且免费 好 我们就点这个上传图片 那如果是英文的话 你就选Upload 它那边就会自动改成是Upload 好 因为现在 现在我们都是响应式的网站 所以它那个语言会自动侦测 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不是要去选 我刚刚图片 我下载下来的是放在图片里面 这一张 这一张图片 开启 接下来 你只是把档案叫进来 它就帮你转去背 可以了解吗 你觉得算不算 我算 这件事情 你以前你要去学Photoshop Photoshop Photoshop 对不对 现在你不用这 你就只要丢到remove.BG就好了 可以了解 然后把档案传上去 我试过非常非常多 基本上都不用再教编辑 就是有时候 它可能有一点点 刚好书院长比较没有头发的问题 有些地方可能一点点它没有办法去掉 那你还要手动编辑 我现在连编辑都不用教 可以了解 你自己回家去玩玩看 你就会发现还具备蛮好 蛮好用的 好 然后点选下载 它就帮你下载下来了 下载的图片会在哪里 下载里面 会在这里 会在这个下载 这是不是书真昌6 这是我刚刚的那张照片 后面它会多加几个字 Remove Background 的Preview 可以吗 好 我现在要继续讲 那有些人他就会把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文字 都是文字不好看 好 所以他干脆就插入图片 插入刚刚我下载下来的这一张图片 可以吗 可是 可是 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你应该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重点是三千 不是书院长 对不对 你是不是在把重点模糊化 所以这张我要再改 可以吗 我要再改 好 例如说 我会把它再去复制 贴上 因为它不是重点吗 重点是一千变三千 所以呢 所以 我就会 直接放一千元 直接把一千变三千 做出来 好 所以你看 这样做 所以我一样要插入图片 我就直接插入 线上的图片 线上图片 然后在这边输入 一千元 搜寻 有看到 这张图片 点它 插入 然后接下来呢 这是一千元 这我想没问题 加个框框 然后变 所以我就会 画一个箭头 画一个箭头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把它例如说做个立体化 立体化比较看得明显一点 明显一点 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反正就是 我只是在把这个 这个一千变三千描绘出来 好 那真的有人就会这样子 就会又再去下载三倍券 因为 因为我们是不是 那个 五百元 跟两百元 好 所以我就去插入图片 线上图片 稍微注意 然后我们去输入什么 三倍券 对不对 好 我就输入三倍券 因为我们现在说使用的是什么 是微软公司的病 微软公司的病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微软公司的收讯情中 找不到我们的三倍券 有看到吗 会有这种情形 为什么 各位知道吗 应该不难去理解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买关键字 要去Google公司买 而不是要去微软公司买 会了解 好 我们现在 当然就等于是说 如何到Google 因为 刚刚用PowerPoint的 它所对应的 这个 这个搜寻情是 微软公司的病 所以我们这边 是不是要再去搜寻 三倍券 然后点图片 然后接下来第一张 你看就是我们的三倍券 好 点它 然后一样 滑鼠右键 另存图片 存成什么 三倍券 我就不存了 因为我之前都下载过 预设存档位置一定在图片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当然就要插入图片了 因为我刚刚不是透过病搜寻出来的 好 所以我就直接去图片里面 把三倍券叫进来 然后接下来你要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稍微把它缩小 说多小 大概跟这个面子要差不多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真的有人就会做 做什么 这个乘语是 我先把它 我先把它剪掉 我先把它剪掉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先做剪裁 请问一下 500要放在上面还是下面 还是随便 没有随便哦 500应该要放在什么 上面 然后200放在下面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500 200 所以就有人会这样做 插入 插入 我们的图案 例如说 乘 乘在哪里 加减乘 然后复制贴上 各位 这个应该是要乘多少 这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插入 插入 比如说文字艺术师 把它做漂亮一点 好 例如说我用这一种 乘以物 你不要摆错位置哦 复制贴上 乘以 是 摆错位置 自己赔 是不是 还是国家赔 好 请问你觉得这样子好不好 请问一下 这样子跟上面来具地 你觉不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呈现的方式 跟这样子的呈现方式 下面这种呈现方式比较好 对不对 可是你要知道 你要给谁看 如果你要给长官看 我真的建议你 我真的建议你 你要把它做得更单纯更好 什么叫越单纯越好 就是 请你把它 不要用什么相成 加法容易 还是成法容易 成法完毕之后 你还要加在一起 这边是不是就是什么 500要乘以4 2000 对不对 然后200乘以5 1000 2000还要加1000 变成3000 你才在讲这个3000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这种方式也不是很好 最好是把它更单纯化 什么叫更单纯化呢 好 我现在就复制贴上 最好是把它 直接删掉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把这一张 这一张投影片 而这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呢 我们来去做复制 贴上 好 所以直接在场上底下的 复制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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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 不能多一次 知道吗 多一次真的你自行要负责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我把拉到这个地方 就是让它感觉 不要好像都叠在一起 好 所以选到这几张 三贝卷 好 就四张 然后接下来呢 在 图片工具里面有对齐 对齐的方式 我们就选择水平均分 接下来就是两千 好 那所以这些我们就要再往上搬 这个三贝卷可以再稍微上去一点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个内容稍微往上搬 然后接下来 他一样要去做复制 贴上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然后接下来 例如说把它搬到右边 把它搬到右边 你会发现 当你往右搬的时候呢 你可以搬到一个指定的位置 这边是切齐的 好 选到这五张 两百元的三贝卷 然后接下来 图片工具 对齐 然后选水平均分 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给人感觉 有更多 有多的这样子的一个 内容在里面 可以吗 图片格式 然后去做 对齐的水平均分 选到这几张 然后来去做 对齐里面的水平均分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你觉得上面这一张 跟这一张的呈现 有没有在这个地方 感觉 这样子的呈现内容 又比刚刚来的更好了 这样可以理解 我现在所说的意思 好 因为 因为你今天 你在视觉化 你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的工作 就是要凸显重点 可以吗 假设你真的没有任何idea 假设你真的没有任何idea 你单纯就直接强调三千 也就是这边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要想那么多其他的动词跟形容词 你就只要把它重点画出来就好了 这样有听懂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程序很简单 第一件事 我先问你 重点是什么 对吧 大家如果画出来的不是重点 就会画的各式各样 对不对 对 那重点谁决定 老板决定 就是要去报告的那一个人决定 好 我接下来我就要 要请你们 接下来来去看 请问一下 这就是简报视觉化 可以吗 甚至请稍微等到我们这节课快结束的时候 我一定会问你说 你觉得有没有做到成功的做到华丽转身 好 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个很简单的这一张好了 这一张 这一张的资讯太多了 这张的资讯非常非常多 决定来说好了 我们的领取 领取紫本振兴三倍券 如何领取紫本振兴三倍券 对不对 他这边就说 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去理 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就先做这一张好了 好 请问一下 你看这一张 这一张如何领取紫本振兴三倍券 这是他的标题 对不对 所以他下面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什么 预定跟领取 还有直接领取 对吧 然后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但是他并没有讲到 因为他这边就只有讲说 领取 领取 反正他就分两种 好了 那我们就先做这一张好了 不过 不过我觉得叫做这一张之前呢 我们应该 我看 先讲这一张好了 这一张 这个问题 它是在说 什么时候 可以开始用 可以用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 好 请看一下 这里面的 这 光是 这一个 这一个 这句话 什么时候 开始用 可以用到 什么时候 请问 时候 是不是出现两次 出现越多次 代表 它就是重点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你看哦 如果他标题 如果他的标题 他是这样 他就在问时候 那你 你觉不觉得这里面内容 那个时间点 一定就变成是重点了 所以你看哦 这边 三倍券 是不是出现两次 可是这边 这个时间点 7月15 12月31 7月1号 7月15 12月31号 代表 请问回答 有没有针对问题来回答 有 可以吗 好 所以这个文字的描述 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 应该要把它改成一个 就是说 那个 重点的呈现 就是这些时间点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这张简报里面 知道重点哦 好 那接下来请看一下 这份简报 你看这份简报 有没有跟时间比较适合的 一个描述方式 就是接下来下一步 你就去找模板 你就去找模板 结果发现 好像没有 没关系 我们再去找别套 可以了解吗 就好像是完整的那一套模板里面 各式各样 通通都有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要再去讲这个 你看一下我现在选择的 这个模板 你看这一个模板 显然它背景就不一样了 这个不适合时间的描述 这都很适合项目符号 刚刚你看到 项目符号一定是最多的 这是我最后 才想跟你们分享的 这都是项目符号 可是你有没有感觉 这个简单嘛 可是有点变化 可以了解 它只要呈现什么 72% 56% 38% 28% 你觉得这个适不适合 我们是不是要 刚刚那一个题目 是不是说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领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 什么时候截止 对不对 好 你觉得这样子一个方式 好不好 我觉得应该还不错 这样可以了解 好 那我就用这一个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自己画 我现在我要举另外一个例子 但是这边我只是要告诉你 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自己画 我现在要用这一个模板 我就是要用这一个模板 用这个模板 好 所以怎么用 回到我刚刚这一页 回到我刚刚这一页 然后接下来 用常用底下 新增投影片 重复使用投影片 然后透过这个浏览 浏览档案来去找 好 那刚刚那一页 刚刚那一页是 这个 投影片20 所以我就记得要保留 你看我现在 刻意不做保留 我刻意不做保留 然后我就直接点 这个投影片20 它背景是不是白色 那我如果保留 保留格式 它会把 不管是背景字型 全部都套用进来 所以我再点这个 投影片20 你有没有发现 那个背景 整个都 甚至连这个颜色 有看到 颜色都会有 有所区别 好了 所以建议是要保留 来源格式设定 就是别的已经配置好的 那个格式 你就沿用进来 好 只是多打这个钩 那这一张 那这一张我就删掉了 首先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 可以用到什么时候 复制它 然后贴到这边 贴上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 7月1号 它有一个7月1号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改成7月1号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7月1号是什么 是预约 预约 好 绑定 我觉得绑定这个词 可能 可能大家不太理解 所以我就改成预约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7月15号 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 因为先是7月1号 再过来是7月15 再过来是12月31号 这几个日期都要描述 所以7月15 写在这边 7月15 然后接下来 这个叫做什么 开始使用 开始使用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我们有开始使用 当然就会有什么 节子 消费 节子 有看到 消费累计 节子 好 所以这是12月31号 你应该不会打在这边 那个距离太近 那个距离太近 对不对 12月31号 复制格式贴上 然后接下来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节子 消费节子 消费节子 那请问这个要放什么 这边就什么都不要放了 那这里面文字是什么呢 使用中 对吧 使用中 使用中 可以吗 好 然后接下来 你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复制格式 然后贴上 最好是点两次了 这样我就可以连续使用 复制格式贴上 我会建议各位 这条线不是很明显 所以 把这线稍微设出一点 把这三段的线设出一点 那这边的三段线也要设出一点 而且把它变成绿色 绿色 甚至你还可以设在出一点 好 现在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说 这样子的内容 这样子的内容 跟这样子的内容 你有没有发现 它在 它在视觉上面呈现出来的结果 就不太一样了 对不对 而且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一章 这一章 它在把这个时间点 用一条线的方式呈现出来 是不是比较有效的 能够去让别人掌握 只要是跟时间有关系 它就有先后 然后你就一定要把这个先后的一个关系讲完 那这个文章的创作者 你觉得他在报告的时候是怎么报告 他就直接面对 就是听演讲的那一个 听简报的那一个人 然后就直接把这三个时间点 很轻松的去讲出来 他也不会讲错 也不用讲太多太多的 例如说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使用 这都应该不会讲错才对 这应该不用准备手稿 而且尤其是 尤其是你要知道一件事 假设你今天 学界的学界 可能在使用简报的方式 跟就是你们所使用的不太一样 你们跟主管报告 你们会有很 例如说二三十分钟报告吗 通常不会 你的主管不会 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听你报告 所以假设他只给你五分钟的报告 你就不应该是报告一大堆的 所谓的重点 我刚刚是不是一直在强调 你在做简报的时候 你就是要把重点呈现出来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这一张简报的重点 是不是就全部都呈现出来了 这两个根本就是不重要 因为他没有时间 因为他没有时间 对不对 这样了解 最重要的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预约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使用 什么时候截止使用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换的一个方式 可是这一张 这一张其实还有 还有一个重点 应该在别章 应该要描述到的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三倍卷 分成这两种 对不对 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你看到这边 什么时候开始使用 对 没错 它的重点 当然就是我刚刚所讲的 这几个时间点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翻两种 一种是纸本三倍卷 一种是数位三倍卷 只是我现在 我把它全部都结合在一起 我只是在讲这个使用时间 但是你可能要稍微知道 别张投影片 应该会有一个项目 叫做三倍卷 有哪几种形式 可以吗 这是另外一个 问理答的问题了 好 这一张 我就可以直接把它给删掉了 因为这一张 我真的已经把重点 都描述成它了 好 所以我先把它delete掉 我们现在先来看 回来看这一张 所以刚刚那个振兴卷 分两种 我看它写在哪一张 这边 有没有 振兴三倍卷 有哪些方式可以使用 这边是不是有分 纸本三倍卷 跟数位三倍卷 对不对 好 我先问一下 请问一下这一张的重点是什么 先看标 先看标题 振兴三倍卷 有哪些方式可以使用 对不对 有看到吗 这个你一刚开始回答 应该是会回答三倍卷 因为这边有数字 可是你有没有看到哪些 这样了解 那就是更多的 更多的什么 使用 哪些方式 对不起 哪些方式 可以理解吗 哪些不是就又比三倍 来的更多的项目了 有没有问题 所以他在这边 是不是下面就讲 哪些方式有纸本 有数位三倍卷 好 所以这边重点 是不是哪些方式 好 我们先把它mark起来 所以他在这边就分 纸本跟数位 这应该没有问题 好 接下来我们要用什么 我们至少要先画完这一张 所以呢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刚刚挑选出来的 这一张理念 这一张理念 反正你在 你在做描述的时候 一定会有人把 重要的资讯 重要的资讯 就是放一个 放两个 放三个 可是我认为说 最好一张投影片 只有一个重点 好 请问一下 刚刚那种 正经三倍卷 有哪些方式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觉得 这个应该不适合 这个是不是适合 应该还蛮适合的吧 只是我只有两种 对不对 所以我放了第一种 第二种 下面是不是就全部都要删掉 好 所以不适合 这种呢 好像蛮适合的嘛 所以我就放这一种 好 例如说 这边是第五张 所以就回到我的简报 把第五张投影片 记得保留来源格式设定 第五张 点一下 然后 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就要放的 就是我的正经三倍卷 正经三倍卷 然后 这个正经三倍卷的字 当然就是要放大一点 我们正经三倍卷 我们分成什么 分成 例如说 这边是纸本 纸本跟什么 数位 那其实这样子放 这样子放纸本跟数位 可能 我觉得 虽然我们放了字 但是这个字 建议 还是把图片放进来 用不是有纸本 的图片吗 我两边我都是设 44字形大小 然后接下来 我就插入图片 插入 图片 三倍卷 缩小 我们有纸本 还有什么 数位三倍卷 那数位三倍卷 你看它在这边是分成 行动支付电子票件 信用卡 复制 贴上 我建议把这个 这个三个项目 我们也可以直接转换成 Smart 就是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一个项目 然后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当然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 点它 然后去把 例如说手机的图示 显示在这边 可以 就是点一下它 然后去下载一个什么 Mobile 好 然后直接点 插入 我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最好 这也换成 那个 相对应的 那个 小小的图案 这样会更好一点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是 振兴三倍卷 有哪些 方式 可以使用 复制 然后 贴上 这个我就不放了 这边 这样可以了解 在这个地方 振兴三倍卷 因为它重点强调是 哪些方式 哪些方式 好 那 你看 我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就把它换 换成这样子的方式 来去呈现 所以这张 我就要把它 直接删掉 好 然后 接下来 我们 再来去 看一下 因为晚一点 我才要讲到 正清卷在哪里 可以使用 正清卷在哪里使用 应该再更前面一点 这边 好 我现在要讲的一个观念是说 你有没有发现 什么叫一张投影片 不要放太多 不要放太多的一个资讯 不要放太多的重点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这叫做振兴三倍卷 可以用在哪里 对不对 这个叫做 有什么使用的限制 意思就是 不可以用在哪里 有听懂 我现在说 针对他的一个标题的描述 意思就是说 正清三倍卷可以用在哪里 不可以用在哪里 可是 可是他在那个 word的描述上面 他是不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来去描述 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 但是 这边有两个资讯在里面 一个是 可以用在哪 一个是 不可以用在哪 这是不是都很重要 如果都很重要 在我的一个教学的方法里面 我是把它拆分成两张投影片 我不会把它变成一张投影片 因为如果说 我们先把那种变成一张投影片 只有一个重点 把这个重点好好讲清楚 让对方了解 这是一个方法 另外 如果你这种训练 多了 久了 你再去做两张投影片 的一个类似像对比 把它做在一张里 那我现在要把 这一张投影片先复制 贴上 这一张我只讲什么 可以用的范围 那这一张是不是就是 不能使用范围 对不对 不能使用范围 这就直接删掉 然后这是不是就删掉了 这个也可以删掉 那这些项目就全部都要升线 对吧 我是不是把一张投影片 把它拆分成两个 两个主题了 一个是可以用在哪 一个是不可以用在哪 好 例如说可以用在哪里 可以用在哪里 我觉得因为我现在想要讲的是这一张团片 这一张 好 所以我现在来去修改 来去修改 你看一下在这里 请问一下 振兴三倍券可以用在哪里 有看到 请问 它的重点在哪里 对不对 可以吗 这绝对会比这个三倍券 这三倍来的更重要 因为它的问 问不就是在问惠儿 所以呢 我们用哪里可以用 简报 真正很重要的重点 每一个项目不要超过四个字 最多你就用二到四个字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全国 全国实体店家皆可用 对不对 好 我是不是就把不重要的字删掉 尽可能的变成四个字以内 所以请问你实体店家 好 皆可用三个字 我是不是就可以删掉了 可以吗 市场 可以吗 夜市 逛街 好 那就是四个字了 可以吗 这就是简报的精神 你不用放太多的字 请问一下 你可不可以描述 实体店家买衣服 买鞋子 买帽子 买很多个 珠宝 首饰 不需要这样描述 对不对 实体店家 可是 可是你在报告的时候 你就可以 透过口语的方式 报告出来 我们可以去实体店家 买各式各样的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就要保留来源格式设定 然后选择这一个 对不起 不是他 是这一张 烤鞋电视 这个实体店家 复制 然后接下来是市场 然后是夜市 然后是逛街 购衣 复制 旅游住宿 好 那题目 题目是这个 振兴三倍券 可以用在哪里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这个添加标题 就变成我要添加什么了 哪里 英文单字是不是就只有一个 会儿 然后接下来把字放大 请问这个女生适不适合 不适合 对不对 所以我要教你换掉 好 比如说点他 点 点两下他 你一定可以看到这边有多算 因为他是图片 所以你可以图片填满 图片填满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找图片 你可以去网路上找图片 也可以找我们刚刚曾经下载下来的图片 可以了解 我刚刚去完背的这张图片 把它插入进来 你要书院长瘦一点 就往左边调一点 可以吗 好 这样可以 可不可以了解 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我们的图案其实是可以做修改的 图案是可以做修改 修改的方式是这样的 去做修改 你当然可以再去找更适合的图片 来去放 简单的说 这边再插入一个 就是全台湾台空金马说的 那个地图把它贴到后面去 不是更适合 好 那接下来我们 我们是不是大概就可以发现 这一张就可以删掉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你花时间只是在那边做复制贴上 选模板 然后把重点呈现 这一张的重点不就是在讲哪里 正经三倍券可以用在哪里 对不对 他就把这些重点就全部都讲完毕了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提出来的 这个 这些都要选到 因为有的很长 所以选的时候要稍微小心 拉远一点 然后再往右边移动 就整个都可以做移动了 调到稍微中间 中间一点 因为字不多 字不多 好 为什么我要可以留这一张呢 这一张念发现 它是不是就比较多项 因为 因为你可能还有一种应用 就是说 我就是想要用这 这五个 可是它多一个 对不对 好 这是你要稍微调整一下 那怎么调整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那还有没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一个变化 我们稍后再跟你分享 但是在这节课结束之前 我们来去看一下 本来的文件 为了我上课方便 我先把它储存 档案领存 沉到今天 今天简报视觉化 好 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本来我的文件 本来我的一个Word文件 好 这份Word文件呢 我可以透过它 直接快速产生 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份简报 这份简报 全部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好 你看在这个地方 就全部都是字 全部都是字 对不对 好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这一份简报 我现在这一份 这是样板 这一张我就要删掉了 这一张 这是我在过度时间讲 那个简报视觉化 所以这张我先删掉 这张我也删掉 这几张的主题 全部都是一样 我最后呈现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一个定稿的内容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再给你看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简报内容 是不是有所改变了 就跟刚刚全部都是文字 是不是就不太一样了 这样可以了解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 还有 还有我们要请你知道一件事情 通常主管 他先拿一份这个word文件给你 然后都已经做好标题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要请他说 因为你一定会先问他说 请问你有几分钟报告 因为几分钟报告决定他要做几张头影片 对不对 几张头影片就决定他要放几个重点 那如果 如果这个时候主管 你就要跟主管讲说 既然你要做 你有五分钟 那假设我们就只要报五张头影片 五张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请你圈出五个重点 这样了解 大家来去分工 他圈完这五个重点 你只是按照他所交代的重点 去完成这五张头影片的简报 去做复制贴上 然后重点是主管选的 然后接下来你只是在做复制贴上 调整字形大小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十分钟去完成这五张 讨影片 有可能吧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那么容易复制贴上